打的每一拳都用尽全力 老金今年开始加入学校台诚道社团 老金的父母是外籍人士 妈妈需要长年洗肾 家中只有父亲工作 妈妈曾经一度因经济拮据 无法洗肾 因此一套126令吉的台诚道服 老金期盼了很久 老金一家是慈激在2017年 结果的个案 除了长期补助妈妈的洗射费用外 慈激志工邓志贤从那时开始就陪伴老金一家 看着老金成长 他讲他很高兴参与这个Tekwondo的activity 但是他就没有这套制服 志工不忍于是在社交媒体广发讯息寻找二手台诚道服 黄天不负苦心人找到人愿意捐出 志工也在老金参与的爱办学线上家长日时 将跆拳道服展示给老金 看似开朗活泼的老金 以前非常不自信 加上不安华语 却上华文小学 因此对学习更加没有信心 但父母却无从下手 最后当我看到他仍然坐在一旁 然后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友谊 他真的不努力 特别是较为一个友谊 他在法师、中文却无疑 后来我们听说我本身的交易 所以青督都会改变 对,青督都会改变 有个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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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ine 我们开始聊天 有个友谊 有个友谊 喂 买了 慈激水龙分会推出爱办学线上补习班 邓志贤知道劳金一家的情况 就为他报名参加 从一月到现在 在爱心老师着正好的陪伴下 劳金的成绩与性格有很大的改变 当他学习 不仅仅是有趣 但也很有趣 每次他学习 每次我的知识 我可以说更多 他比较信心 对国语这个科目 一开始他会迟疑一下 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迟疑一下 现在就很有信心的回答 年纪轻轻的卓振浩 从小在马来族群环境中成长 造就他马来文造诣深厚 2020年1月加入爱办学爱心老师后 就一直担任劳金的国文老师 教学生动的他 深受学生欢迎 但因私人因素 无法继续在爱办学付出 让老金非常不舍 最后一堂课前 卓振浩游寄了一份礼物 给每位学生 我认为了一份礼物 教育可以翻转一个孩子的未来 爱办学用爱消除孩子学习路上的障碍